台APP 好 苹果新机销售不如预期 三星电子也在内部的讯息当中透露 三星智慧型手机陷于困境 智慧型手机市场真的饱和了吗 苹果三星怎么样突围 国内平盖股何去何从呢 理财APP连线访问 万宝投顾朱成志董事长 董事长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手机大厂最单线事发生了 销售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 主要呢是市场不爱心机 还是市场已经饱和 或者是有第三势力崛起了 我觉得并没有所谓的第三势力啊 而是现在整个手机的市场 它是越来越成熟了 就如同过去我们PC达到一个程度 或者是notebook达到一个程度 一样的状况 当然它仍然是每一年 都有一个庞大的需求在 但是所有的供应商 越来越强 那么尤其在中国的供应商 像华为 它的手机的 也算是小米了等等 都算是异军突起了 所以它构成了整个手机生态的 这个版图的重新的划分 那么过去早期的时候 三星的手机的 这个销量全球第一啊 但是现在在中国 它已经早就被打下去了 所以三星现在所推出来最新的 这个手机 它要推所谓的折叠机了 跟Galaxy的S10啊 那目前我们看到 今年它的销售状况一样不好 那前一段时间 苹果的iPhone XR销售不好 也不是新闻了 这已经早就发生了 所以苹果的股价也因此啊 在昨天的美股上面 大跌了将近5个% 那也构成了 昨天美国道琼啊 大跌了552点啊 这算是非常的震撼 不过对雅谷来讲 今天呢 蛮值得玩味的就是 路股相对的 开始比较抗跌 所以台股呢 在这种震撼教育之下 在11月21号 它表现的也不差 从跌也拉到了 逼近这个翻红 甚至OTC啊 是始终都维持在红面 所以从手机上面 它的确是有冲击到 台湾的电子供应链 但是呢 这种产业面的一个变化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我们过去台湾的宏达电 也曾经红过 可是现在大家也知道 宏达电的手机部门 整个都全部卖给了Google 所以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了 在手机这种激烈竞争的市场上面 它拼的是非常的激烈 那么但是整个全球的需求 看起来是越来越有饱和的味道 是 刚刚董事长也提到 三星Galaxy S10 跟折叠手机 其实卖得也不太好 那在苹果方面 当然它砍订单的消息出来 股价也重挫 跌入了熊市 包括了尖牙股 也全部陷入技术性的熊市 这个美国科技股 为什么会奄奄一息 后市怎么看 我想是涨太多 这第一个重点 这涨的幅度 在这几年当中 都已经做了适度的表现 不过现在美股 站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上面 这个关键点 我们是从技术面来看的 我们以道琼为例 道琼这一波的回挡幅度相当的大 但是呢 就算它是第二次的跌破的年限 但是目前道琼并没有破地 也就是说之前的那个底部 并没有跌破 所以它有一点 看起来就蛮危险 但是就在这个危险的关头上面 也是在考验美股后续的发展 因为在10月29号 当时10月股灾 道琼跌到最深的时候 是24,122点 昨天在11月20号 这个美国股市大跌552点的时候 跌2.2% 这跌幅是非常惨重的 但是它的最低点 大概在24,369点 所以它并没有破地 而破地的是什么呢 破地的就是纳斯达克的指数 那纳斯达克的指数 它比较偏重的 就是刚才主持人所问到的 这个所谓的FANG 我们称之为尖雅 就是科技股 这里头包括了Facebook 或者Google 然后Amazon 跟Apple 跟Netflix 那么类似这种股票 最近的跌幅都非常惨 其中有一个 还不是被列在Netflix里头 不是列在那个FANG里头的 那跌得更可怕 那个叫做NVIDIA NVIDIA最近因为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消息 就是最近的比特币 那是崩盘了 这两天当中就跌掉了三成了 跌的幅度非常惨重 我们还记得 去年这个时间的比特币 是两万美元了 毕竟 那前两天它跌破六千 再来昨天跌破了五千 然后现在都见到了四千五百元 那所以这个需求 就使得那种所谓的挖矿的需求 瞬间就没有了 所以美国这个NVIDIA 它是一个超级指标型的一档股票 因为它是AI的概念股 大家把它视为是一个重要重要的指标 那么在今天 在10月2号的时候 它创下历史天价是292.76美元 各位可以试想 这是一个多么红的一个时代 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它的股价水准才只有193 从193涨到292 这是大型股涨100块美元 涨的幅度涨这么大 但是现在在昨天 它跌到了133.3 等于说把一年来的低点 统统都跌破了 现在大概跌到去年五六月的股价 那么NVIDIA的一个大跌 当然跟挖矿有关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有关 它跟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升级有关 我们知道前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美中贸易战一开始大 那时候美国打了又一枪 不是只打贸易给你增加关税 不是只做这件事 第一枪打到的叫做 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是华为 一个中心通讯 这两家都是重量级的公司 它没有打到华为 打到中心 中心通讯因此就亏得一塌糊涂 上半年的半年报都不能看 那时候股价恢复正常交易 然后也暴跌 并且美国给它了一个天文数字的罚款 然后接着呢 第二枪 美国打到了 就是前不久 它打到了福建的进华这家公司 这家做低润的半导体 顺便也连带的打到了我们台湾的连电 它认为连电提供了相关的技术 然后连电也被除 它这个媒体报道 总共要罚200亿美元的罚款 你看这个天文数字就6000亿台币 如果真的这样做下去的话 恐怕连电都垮掉了 那是第二枪 第三枪就最近 美国呢 这个看起来都准备要 月底的时候 在G20的会议 川普跟习近平要碰面 就跟他打第三枪 打到了中国大陆最大的安控 就是监视器的龙头厂商 叫做海康卫视 那这家厂商呢 因为这种监视器 大陆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么过去呢 这几年台湾的安控产业 被大陆打的是鼻子的两种 大陆呢 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各位了解 大陆花很多力气在做大数据 在做监控 也许跟国情的关系吧 也许在这种比较共产主义的国家 他会比较特别重视 这种监控管制 所以他不但有这种 很强的监控 镜头的公司 他也有很强的监控的软体 脸部辨识 那么甚至这个东西 也应用到 像新疆啊 这种 他都是遍布这种监视器 那么美国呢 现在针对14种高科技的产业 禁止输往中国 其中也包括了这个部分 所以NVIDIA 因为它的这个晶片 是有点做快速处理 快速运算 又跟视觉等等有关 所以这个变成了 海康卫视的一个关键 那这个消息一出来 也加重了它的跌势 所以美国最近的科技股跌 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 不只是iPhone卖不好 也包括了美中贸易战 往往一直在升级 其实台湾投资人 蛮关心苹果的后市 苹果三款iPhone新机卖不好 那售价比较低的 这个iPhone XR 订单大砍三成 这苹果有办法突围吗 苹果我觉得我们不用帮它烦恼 我们要帮自己烦恼 因为苹果本身呢 它这个仍然有它很强的竞争力 只不过苹果它针对它的 所谓的苹果的果粉 我们现在如果来做一个说明的话 苹果的果粉是一群很特殊的人 他们喜欢比较高的高阶的贵的东西 然后原来苹果在出这一款 在原本它订出来的iPhone XS Max 那是最贵的 那一台大概要到五万两千块台币 没有想到现在卖的最好的是这个 但是呢 因为毕竟这真的很贵 那种死中的果粉啊 数量没那么多 原本大家认为 你这个比较便宜 可以到两万六两万七的这个 iPhone XR应该会卖得很好 结果没有想到 反而这种低阶的不是果粉喜欢的 因为可能在果粉的一个想法当中 要么就不买 要买的话就买来炫耀 所以这种炫耀的心态啊 使得那种低阶的 似乎都不是苹果每一次 苹果过去也出过有一些 比较比较塑胶壳的啦等等 统统都买不好 这一次状况也是如此 所以它导致了今天的红海盘中跌到68.9元 这个最近 这跌蛮深的耶 是 那因为红海在上一波减资之前 最低价是68.1 那各位要了解个概念啊 所谓的减资啊 就是它把股金退回给股东 因为它减资两成 就等于呢你的股价假定你原来是 我这么说哈 假如你原来100块的股价 你减资两成之后 你的股价应该是120 应该要应该高的 结果它减资完又跌回到那个程度 所以可见了 红海跌的它的总市值 为什么跌破一兆 那跟苹果这个 当然是有 有点像最后一根稻草的味道 不过呢 我们也回过头来讲 以 红海今年 大概赚7块钱 没有问题 所以本益比 大概是什么样的本益比 你自己算吧 就70块以下 最近跌到本益比10倍以下 这也算是非常的低了 那 在股市当中啊 往往就是跌的时候 大家会过度恐慌 但是 有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它的基本面 这基本面条件它还是不错 另外我讲个概念给各位听啊 我们说苹果不好 那为什么今天大力光不来个大跌呢 股王不大跌呢 结果我们发觉 大力光很有趣 本来大力光最大的客人就是苹果 现在已经不是了 大力光的华为的订单 或者是其他中国大陆品牌给它下单 已经超过苹果了 所以对台湾的厂商来讲 有的时候我们过去瓶盖股是一种光荣 但是你真的变成瓶盖股 也很痛苦 因为苹果是一家非常小气的公司 苹果现在这个CEO啊 库克 他以前前身 他是营运长 他当初苹果的创新 创意都不是库克带的 是以前贾博士带动的 库克做什么事呢 就是做全球logistic 做分配代工 然后每一年砍你的价格 砍着大家是叽叽叫 每个都很痛苦 所以接了苹果 也常常会有 接起来不赚钱 像今年台湾就有一家公司叫瑞益 瑞益这家公司很有趣 他就公开表示 我不要接你的 iPhone XR的这个订单了 因为我做你这个订单 我不赚钱 我要投资一大堆的设备 我就不要做 因为他这么有Guts 所以今年瑞益还不错 所以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并不是说今天你一定要吃到苹果 你才补 有的时候偶尔吃点别的 凤梨也埋消化的 巴拉也可以 是 那台积电痛不痛苦呢 最后三二十五秒 台积电永远不会痛苦 因为台积电是做到七奈米之层 全世界最先进之层 它是No.1 今天你苹果不来啊 NVIDIA的订单也要下给它 Rucom的也要下给它 所以全世界最高阶的都要下给它 苹果离不开它 好 非常感谢万宝投资朱成志董事长 谢谢